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李明老师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或者是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跟我进行互动交流 那么我们继续第四讲 Linux常用命令 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 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关于文件搜索命令 在上一节课 我们为大家介绍了 在Linux系统下面 用的最多的文件搜索命令 Fund 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常见的选项和使用的方法 那么有同学可能就会问呢 我们在上节课给大家推荐了一个 Windows的一个搜索工具 叫Everything 但是呢 我们在使用Fund的时候 它实际上并不能够像Everything这样 搜索达到这么快的速度 我们使用Everything来进行搜索的时候 它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 那么我前面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实际上Everything是根据NTFS 来进行记录日志来进行便利搜索的 所以它速度几乎可以达到秒搜 但是在使用Fund来查找的时候 其实并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搜索效果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体验一下 Everything的工具 比如说我在我的电脑上搜波多 等等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那可以看到呢 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纯洁的人 我的电脑里面并没有类似的相关信息 没有检索到任何的结果 那这样的一个很快速的搜索工具 这样的一种方便快捷的查找 在Linux里面 是不是有类似的命令可以实现呢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 在这一部分里面 其他的搜索命令之中 先给大家介绍 第一个就类似于Everything这样的一个工具 能够实现快速的查找 那么这个工具呢 它的命令叫做Locat 这条命令呢 跟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的 Everything这个Windows上的工具有点类似 它实际上的原理 跟Everything的原理也有点像 它其实在经查找的时候 并不是像范围一样 在便利你所搜索的范围 比如便利某一个分区 便利整个硬盘 它不是的 它是建立了一个文件资料库 那么这个文件资料库会定期更新 然后在找的时候 它并不是在整个硬盘上找 而是在资料库里面去找 你想搜索的那个文件 所以它速度很快 那么我们看一下Locat这个命令的使用方法 好 其实呢使用的方法非常的简单 只要用Locat加上 你想要查找的文件名就可以了 比如说现在呀 我想查找一下系统里面 NITTAB这个文件所在的位置 您看到它可以分分钟就得到这个结果 也跟Everything一样能达到秒搜 非常的快 您看到 在系统里面有三个包含了NIT这样的文件名 都会被查找并得到一个结果 它搜索的速度是很快的 那这里呀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使用Locat搜索的时候 之所以这么快 因为它在系统里面有一个 它维固的文件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在哪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很有意思的搜索 我们用Locat搜索一下Locat 这个时候啊 你会得到很多行信息 如果你有兴趣仔细去看的时候 那么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实际上它有一个资料库存放在-VR-RIB下面 叫mlocat-mlocat.db 这个就是它的文件资料库 系统里面所有的文件都会定期被更新收录到这个文件库中 所以为什么Locat的查找速度这么快 它不是像范的一样 在某一个目录某一个分区某一个硬盘上来查找 而是直接找这个资料库就够了 所以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有点类似于Windows上 刚才给大家演示的 Everything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么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方法 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新建立的文件 它没有被收录到这个文件库 实际上它是找不到的 比如说啊 我们创建一个文件 假设我在Touch下面创建一个文件 那么假设创建这个文件呢 可能叫杨幂 这个时候啊 我创建了一个杨幂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到底能不能被找到 我们用Locat 杨幂找一下试试看 你会发现根本就没有找到结果 但实际上这个文件有没有 我们用范的找一下 这个文件是存在的 但是因为Locat的文件资料库 并没有更新 所以它实际上并不能找到这个文件 这就是Locat的最大的问题 而Find呢 它是一个实时查找 所以呢 它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那怎么样来进行更新这个文件资料库 其实还可以使用这种手动的方式 有一个它相对应的命令 叫updateDB 叫updateDB 这个时候呢 它会去更新这个文件资料库 更新以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查找 Locat找杨幂 这个时候呢 杨幂就会被我们找到了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大家所要知道的 这样的一个相对应的命令 updateDB 可以升级这个文件资料库 来帮助我们找到所对应的文件 但这里面还会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啊 我现在再创建一个文件 放在tamp目标下面 那么假设呢 这个文件呢 可能叫张博之 那么我在time下面创建了张博之这个文件 那么我们把它updateDB一下 我们看看Locat能不能找得到 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张博之即便是我update了一下这个文件资料库 但是我还是找不到张博之这个文件 为什么 因为它是存放在-tmp这个临时文件的目录下面 并不在文件资料库所收录的文件范围之中 所以呢 这是它可能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要找的文件 恰恰存放在-tmp下面 那抱歉 那您可能是找不到的 所以这个呢 Locat它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确实对于一些平常经常使用的 尤其是系统文件的查找 Locat的确实提供了一种快速的方法 所以最泛的补充的一个使用 那么推荐大家呢 在有这样类似需要的时候 可以用一下试试看 因为它可以节省很多的系统资源 既然不用长时间查找 对系统的CPU和内存资源的消耗 就会非常的小 只需要定期维护这个文件资料库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一个小问题呢 就是其实Locat有很多用法 那么我们就不做更多的介绍 那只做一个最简单的 比如说你touch一个文件 入到下面 我touch了一个文件 假设叫teacher.com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update一下DB 让整个文件资料库更新一下 那这时候你用Locat 查找这个teacher.com teacher.com 你发现是找不到的 因为大小写 我并没有去仔细的把它区分 那么如果你想让Locat 像我们前面讲的 fine的-name 是严格区分大小写的 -i name 就不区分大小写 那如果你希望Locat 在查询的时候 也不区分大小写 你可以加一个-i这个选项 这个时候 它在进行查找的时候 就不区分大小写了 这是呢Locat 我们需要大家掌握的内容 好那关于Locat呢 我们就不讲更多的东西了 希望大家平时在使用Linux 想搜索某一个文件的时候 如果这是一个系统的文件 那么你可以尝试用Locat 来快速的定位到这个文件所在的位置 如果你建立了很多文件 希望呢 它都能够收录更新到文件资料库 那么除了系统本身会定期 更新文件资料库之外 你可以实时的 马上手动来更新 但千万不要忘记 有一些目录 比如说存放临时文件的目录 它并不在文件资料库的 收录范围之内 所以Locat是没有办法 炒到那个目录下面相对应的文件呢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系 在这一部分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命令 在文件搜索里面 类似于Windows上 Everything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么大家作为了解 可以知道一下 好 第二个 还有一些更精确的一些搜索的命令 比如说呀 你现在要查找的文件 就是一个命令 一个可知性文件 也就是一个命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用更精准的查找的命令 叫位置 位置 可以找到这个命令所在的目录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目录结构的时候说 一般来讲 存放在类似什么bin下面的 比如说-bin-usrbin 都是所有用户都可以使用的命令 存放在-sbin下面的 或者是-usr-bin下面的 是只有root才可以使用的命令 那么这里面问题就是 我怎么知道这个命令 是存放在哪一个目录下面的 当然了 用fund肯定可以查找得到这个结果 但是那个速度太慢了 那么我们有一种非常快捷的方式 可以用比如说wait 来进行查找 假设说我想查找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呢 叫make 假设叫 这个 CP 我们就可以找到 CP所在的路径 你就知道 原来CP这个命令 是每个用户都可以使用的 如果找user-id 你会发现 它存放在user-sbin这个目录下面 usr-sbin这个目录下面 是只有管理员root才可以用的 所以wait提供了一种快速的查找 一个命令所在的绝对路径的一个方法 它非常的简单 而且除了能找到这个命令所在的目录 还能找到它的别名 还能找到它的别名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最典型的文件 最典型的一个命令叫rm 您看到这里面定义了一个别名 我们后面会介绍这个知识 简单来说什么是别名 就相当于给小孩起了一个外号一样 那么比如沈超老师自己的QQ呢 他的名字呢叫大哥 那他字是 字是个子比较高 所以叫大哥的 那么大哥呢 可能就是沈超 他的一个小名 或者是他自己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名 那跟这个是一个道理的 那rm等于rm-i 就相当于给rm起了一个别名 别名等于rm-i rm就是rm-i的别名 那么我们平时要删除一个文件 比如说啊 我看一下time下面 有一些文件 我把它删除 比如把刘亦菲删除掉 rm-tmp 刘亦菲 他会有一个询问确认 但你知道吗 实际上在linux系统里面 本身并没有询问确认的机制 而且绝大多数unix 你在使用的时候 根本就不询问确认 为什么在现在用的linux里面 会有一次询问确认 因为他加了一个-i的选项 实际上本身的rm是没有的 比如说你敲绝对路径 定下的rm 你把time下面的刘亦菲删掉 根本没有任何提示 而你现在使用的rm 他首先系统在找的是一个别名 而不是一个命名 他的别名等于rm-i -i这个选项 实际上就是一个询问确认的选项 所以这是别名的作用 简单来说 就像给小孩起一个外号一样 后面我们会讲这个知识点 但你怎么知道有一个命令 它起没起别名 wage能够帮助你查找 这个命令到底有没有别名 像cp 像rm 都是有别名的 像我们前面用的 给大家说过的像user-i的 像fconfig 大家可以看到都是没有别名的 所以wage呢 除了可以查到命令所在的路径 还可以得到 这个命令本身是否有别名相关的信息 这是wage呢 可以做到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事情 除了wage 还有一个命令呢 也可以找到一个命令所在的路径 它叫where is where is跟wage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相同点 它也可以找到这个命令所在的路径 比如说user-i的 比如说 rm 那么你看到 首先呢 它也会列出来这个命令所在的绝对路径是哪一个 也会把这个绝对路径列出来 但是与此同时 它又列出来这个帮助文档所在的位置 在linux系统里面 绝大多数的linux的帮助文档都存放在usr share这个目标下面 那么你看到这个man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单词的 但是它并不是大家想象的 是男人的意思的 指的是menu 手册页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linux里面 这个命令相关的帮助信息 它存放的位置也会被检索的到 wire-i除了可以找到这个命令所在的绝对路径 还可以找到这个命令它相关的帮助文档所在的位置 这是wire-i和witch的一点区别 大家作为了解可以知道一下 但是如果只是从想获得一个命令的绝对路径的角度上来说 witch和wire-i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那么这是呢 文件搜索里面针对命令搜索的两个常见的命令 witch和wire-i 好那么最后一个搜索命令呢 实际上啊比较特别 它实际并不是去搜索某一个文件所在的位置 它是在文件内容中进行一个搜索 叫grap 这是后面我们会大量使用到的一个命令 grap 它可以在文件内容中做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你有一个很长的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呢可能有好多行 但是你只想找某一个关键词所在的行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啊打开一个系统文件 如果我们只想找某一个文件所在的行 这事要怎么做呢 比如我们看一个文件 etc init table 好我们用mail来看一下 这个文件呢可能比较长 那么这个时候啊 可能有很多行 但我只想找到跟我想查找的信息相关的行 比如说我想查找的可能是跟多用户相关的 我只想查找跟多用户相关的行 把它列出来 就是mailtea user 跟它相关的行 那用grap就可以在文件内容里面做一个查找 这个时候可以使用grap mailtea user 你要查找的这个指定的字符串 也就是关键词 再加上这个文件名init table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他就可以找到这个关键词所对应的行 把单独的这一行列出来 所以grap是一个很特别的查找 他并不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不管是fund还是locate 还是watch或者是watch 它是找某一个文件 它所在的位置 包括呢fund可以找任何文件 locate可以在文件库里面找我们这些搜索的文件 watch和where is可以找命令所在的位置 都是找文件 而我们现在讲的grap 是在文件内容里面做一个查找 找某一个字符串 也就是关键词 它所在的位置 把它所在的一行 把它列出来 那么这里面有一些常见的选项 需要大家掌握 比如说呀 刚才我们看到找这个mailtea user 但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发现这里面有一个也是mailtea user 但是它是大写的 这个m是大写的 结果就没有被找到 那在linux里面 大家在听了这几节课会发现 你会发现linux里面 大小写是非常严格区分的 不像在windows里面 我们很多地方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打开一个到此命令行 如果想查看目录下的文件 敲dir可以经查看 就类似于linux里面的ls 其实linux里面也可以用dir 因为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命令 而且你可以挑大写的dir也可以 在windows里面 大小写不严格区分 命令上都是不区分 严格区分大小写的 在linux里面 你挑个大写的ls试试看 系统就会告诉你 命令没有被发现 所以大家会发现在linux系统里面 大小写是非常严格区分的 那么包括在查找的过程里面 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讲fund 有个-iname的选项 不区分大小写 讲locate 有个-i的选项 不区分大小写 那么大家可以注意观察到 这个选项基本上都是-i 那么在grap里面 我们也可以用grap-i 来不区分大小写 来进行查询 比如说呀 我们现在想查找这个字符串 叫multiuser 但是我也不确定 在这个文件里面的multiuser 这个字符串到底是哪个字母大写 哪个字母小写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只要加一个-i的选项 在查找的时候 就不会区分大小写 那么大家看到了 我在刚才直接grap multiuser etc init table的时候 只找到了这一行相关匹配的行 但是当我用-i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大写的m的multiuser 所在的行也会被列了出来 -i可以不区分大小写 这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用的非常多的一个选项 比如说 我们有一天学完linux 可能做一个服务器 这个时候啊 有很多服务器软件 相应的配置文件 最典型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兄弟联嘛 我们叫lamp兄弟联 lamp指的是 linux apache mysecure 还有一个叫php 那么其实呢 这个apache啊 就以apache为例 在了整个lamp架构里面的apache 它的配置文件 非常长 里面有很多选项 比如说你用apache 建了一个web网站 把你们公司网站放上去了 你要做一些更改的设置 在apache的配置文件里面 每个选项啊 它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 比如说网页存放的目录 叫document root 那第一个字母 d是大写的 root r是大写的 那么你在用grap检索的时候 你可能经常需要用到 -i这个选项 那在很多配置文件的选项里面 它有这样的大小写的区分 这是我们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个内容 好 grap-i 查找的时候不区分大小写 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选项 叫-v 可以排除指定的字串 那么这个怎么样来用 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文件 etc init table 这是系统的一个配置文件 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基础的知识就是 你会看到这些行里面呢 前面都有一个警号 这个警号是什么意思呢 在linux的配置文件里面 或者是linux后面我们讲的效脚本里面 警号都是表示注释的意思 也就是说警号开始的行都是注释行 并不是有效的配置文件的设置行 或者是脚本的代码行 并不是 只是一个注释 描述告诉你一些相关的 关于这个配置文件 或者这个脚本的信息 以警号开头的行 再强调一遍 在linux里面表示是配置文件的注释 或者是脚本的注释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查看一个配置文件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看这么多的一个描述信息 可能我用阿帕奇做个web服务器 这阿帕奇我以后都玩了两年了 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到有哪些常见的选项 那么这个时候你在检查的时候 没必要看这么多的描述信息 看了几百行 怎么样来把这个描述行 这个注释行去掉 那么你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方法 grip-v 警号 etc init table 但这样写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 因为这就表示 在这个文件里面 只要有警号的行都把它去掉 问题是 有的注释不是写在开头的 比如说我前面呢 在这脚本里面写了一行 然后我想把注释写在这个后面 我在行中间写个警号 备注了一下这行脚本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用这种方法的话 就相当于把警号所在的行都去掉 但是你那个警号是写在中间的 前面还有个有效行也被删掉了 可能就导致你的射要脚本 在提取的时候 并不能看到完整的信息 所以呢 正常来讲 如果想把 行手与警号开始的注释行去掉 你要在前面加上一个表示行手的 尖角号 才可以 这个呢 就是你的键盘上面数字6 它的那个尖角号 你可以用那个尖角号写在前面 表示告诉Grab 我把这个文件里面 以警号开头的行 把它去掉 一回车 你发现原来整个etc 你的table文件 只有一行是有效行 剩下的全都是注释 这个太坑爹了 所以其实你没必要看那么多注释 如果在你足够了解以后 你只需要把这个 所有的注释行去掉 就可以看到 它本身的主要的选项 有哪些了 这是我们非常常用的 这样的一个选项 Grab-V 可以来排除指定自算所在的行 就相当于做一个反向的 这样的一个查找 那么Grab呢 是我们后面会大量 使用到的一个命令 这里面呢 我们前面就知道 Grab的作用是在文件内容中 查找指定的自算所在的行 把那行显示出来 然后有两个常用的选项 Grab-V 可以反向查找 也就是说 可以屏蔽 它所查找的自不串所在的行 Grab-I 可以呢 不区分大小写来进行查找 好 那么这节课呢 到此为止呢 我们所有的文件查找命令 都给大家介绍完了 简单回顾一下 我们讲了五个命令 第一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Find 这就相当于Windows里面 我们常用的搜索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个Find的过程里面 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选项 以及使用的方法 就不依次回顾了 在这节课里面 我们又介绍了四个命令 分别是 我们可以使用Locat 来快速的 像Windows上面 我用的Everything这个工具一样 来定位到一个文件所在的路径 因为它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文件资料库 相对应的 如果你想更新这个文件资料库 有一个命令叫UpdateDB 那么我还给大家演示了这个资料库所在的位置 那么要注意一点 记住 有个别的目录 其实它目录下的文件 并不被搜录到文件资料库里面 比如说最典型的 保存临时文件的-tmp这个目录 我们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在这个目录下创建的文件 它并没有被搜录到文件资料库中 那其实它是检索不到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 我们最靠谱的方式还是使用Find 但Find的消耗的系统资源比较多 我们在前面介绍的时候 也跟大家强调过 最好不要在系统负载较高的时候 来使用Find的命令查找 Locad在一些系统的文件查找的时候 还是非常快和迅速的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i这个选项 查找的时候不区分大小写 那么还讲了一个查找命令所在路径的 这样的两个命令 一个叫witch 一个叫where is 这两个命令的区别很简单 同样的都可以查找到一个命令 所在的绝对路径 但是witch呢 还可以找到这个命令的别名 where is呢 可以找到这个命令帮助文档所在的位置 那么最后呢 给大家讲的这个grap两个选项 -i不区分大小写-v 可以进行排除查找 那么这是我们在文件搜索命令里面 需要大家掌握的几个常用的搜索命令 好那么这节课呢就到这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汽车Linux微信公用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